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我来做南方人过年时必吃的美食年糕 北方是吃饺子,南方是吃汤圆年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碗里倒上一斤粘米粉 就是用找到米磨成的米粉 加入250克糯米粉 混合均匀 倒入开水搅拌均匀 把粉搓成这种颗粒状 我这里放了400克开水 把这拌好的米粉放到蒸锅上 大火蒸40分钟 把中间搓几个洞 这粉蒸了40分钟关火 把这粉趁热放在这案板上 戴上手套趁热揉成它 不套手以后脱掉手套用力的揉 搓成长条 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搓成圆柱形 切成条 一个年糕条就做好了 粗细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把所有的年糕都搓成一样长一样搓 这年糕全部切成条了 让它自然晾凉以后切成片 煮着吃炒着吃煎着吃都是非常好吃的 这年糕已经凉透了 来切一点炒着吃 把它切成这种片 切一点蒜苗 切两根葱 再切一点姜 锅烧肉以后加入油 给炒一个鸡蛋 加入年糕 加入姜末 蒜苗 放一点盐 一点鸡精 一点胡椒粉 最后加一点生抽 出锅前葱末放里面 不喜欢这么黑的也可以不用放生抽 这一道好吃的炒年糕就做好了 这介绍我今天的午饭 不知道年糕怎么吃的 可以像我一样做炒年糕 也可以像煮面条一样做煮年糕吃 味道非常的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烈 下次见